好的各位小伙伴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选拯救行动 这是一台天选的看不出来型号游戏本 看一下机主说的什么问题 插电不开机 不插电正常使用 用电池开机后插上电就会黑屏 还有这种故障 插电来看看先 哇电流这么大 这个应该是充电电流吧 电池应该没啥电了 看给娃饿的 按开关 电流跑上去了一点点 跑到5A了 充电电流是4.5 那就相当于只上去了0.6A电流 自然是没有显示的 0.6A 估计供电都没出全吧 指示灯呢 充电灯亮的 开机灯亮的 硬盘灯不亮 跟机主描述的差不多 插电不开机 强制关机之后呢 我们用电池来看看 把电源拔掉 单独用电池看一下能不能显示啊 现在呢就看不了电流了 只能看指示灯了 灯是能亮 但是屏幕好像没有反应 完了 用电池也不开机了 键盘灯也不亮 我再看看这个病例啊 上面写的很清楚啊 不插电才能正常使用 我现在可不就没插电吗 也开不了啊 哇 这还没等修呢 又坏一个 这种炸弹机啊 就这种故障变来变去的 很难搞啊 搞得不好就砸手里了 我放了一会儿 再来开机看看 依旧是我这次没插电了 还是一样 灯亮 屏幕不亮 也是开不起来的 这个故障现象变了 先拆开来看看吧 看一下是不是暗藏玄机 还好是没有修过的 这款带光杆 所以它现在是已经断电了 我先把电池给断开 把光杆的排线给断掉 然后罗板不插电池来看看 插电电流是跑到0.6 上不去了 这个电流一看就缺电压 可能连CPU供电都没有出来 大致测了一下 像那些带机供电 内存供电 反正除了CPU供电 其他供电都已经产生了 问题就出在CPU供电上面 还好不是CPU直接短路 先拆下散热器来看看 这款还好没有液晶 这个显存三颗显存 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呢 这不对称啊 单颗2GB那就是6GB的显存 12代的CPU 这应该是40系列的显卡吧 先把目光放在CPU供电上面 看外观还可以没有明显烧焦的地方 那就查一查 是有高点压OK的 这种MP的供电芯片 还有一个条件 是它的供电电压检测 19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 是2.2V 我们看图子吧 刚刚呢 是测了它的供电和开启信号 都是有正常的电压 但是呢 刚刚测试它的分压的时候 发现不太对 居然有2.2V MP的芯片用的很早了 从9代应该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这个分压是由供电的20V 经过两个电阻 一个2兆 一个133K分压得来的 正常电压呢 应该是1.2V 那刚刚测到的是2.2V 明显偏高了很多 在板子上面 找到这两个电阻 将它涨于马下 先把它换掉再说 因为这个电阻啊 跟着MP芯片 它的故障率是比较高的 再结合这个机组 最开始的故障描述 我也能猜到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因为用电源的话 它分压会比较高 但是你用电池 电池的电压比较低 导致它分出来的电压 也没那么离谱 所以呢 用电池可以正常工作 两个电阻换掉之后 现在的分压就是1.2V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核心供电有没有产生啊 Bingo CPU供电 正常产生 那为什么之前我们用电池也没开起来呢 可能是由于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电流可以跑到2A了 这比电流包亮机的呀 可能是因为它坏掉的电阻 组织在变来变去 慢慢的增大 刚开始前期呢 还没那么离谱 所以呢 用电池可以开起来 等着电阻慢慢的变质 越来越变质 导致它分出来电压 也就超过了芯片的预值 所以直接就摆烂了 不出CPU供电 现在换掉之后呢 可以看到 已经可以正常开机 并且呢 电池也可以充电 现在我插着电 也可以开了 跑分什么的也都正常 说白了 就是两个电阻在高贵 也可能是只有一个电阻 就一个电阻在高贵 就是那个两兆的电阻 因为那个电阻 常年累月接公共点 高电压 它就老化得比较快 充电也能慢慢充满 然后我们把电源拔出来 不关机 插进去 也不关机 我出来了 我又进去了 又出来 又进去 关机的毛病已经没有了